hello大家欢迎回来 今天又是一期硬核分享 想给大家分享我所有的这些美容仪器 其实也不是我所有的美容仪了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这些呢 是我手头上有效果不鸡肋的一些美容仪 一共有9台 所以信息量有点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今天这期视频呢会按照这些仪器的功能来分别给大家讲 首先我们就来说近几年非常火的这个宙丝系列 这个是宙丝 这个是宙丝魅影 他们都是日本的是来自Dr.Arrival他们家的美容仪 我把它们归类为多功能的提拉机 我看网上很多人经常把这两部机器拿出来做比较 会认到哪台机器更推荐 哪台机器的效果会更加的好 我个人觉得呢魅影会更好用一些 大家看这两头 魅影的头呢明显是比宙丝的头要大一倍的 而上面这个光疗灯的数量也会比宙丝的数量要多一倍多 从此来说吧 我觉得魅影是宙丝的一个升级款 因为它这个头很大 所以你注意到脸上就比较快的可以完成这个提拉动作 我觉得美容仪省时间是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我是不太喜欢他们官方配的那个精华 有一瓶的名字好像是叫EP还是什么P来着 另外一瓶叫做Queen 反正这两个精华我用起来都觉得不好用 没有效果我接触到像日本出的这种美容仪 它一般都挺挑精华液的 像这两台机器就是他们不能用太油的精华 也不能用含有酒精的精华 我自己搭配下来我觉得效果最明显最持久的精华 就是Dr.Barbers他们家的两瓶紧致的精华 一个是3D Fermi 一个是Lift Express 这两个精华呢我是空合了好多组 但是我现在都用完了 定的还在路上 所以没办法给大家展示 大家可以去看我年度爱用的那支视频 我会把那支视频的链接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Dr.Barbers他们家那个系列精华都是两毫升的 用美容仪的时候一定不要吝啬精华 两毫升一滴都不要剩 不要咸多全部都抹脸上就好了 慢慢的按摩让它吸收 吸收完之后呢就用这种喷污 这个是大葡萄的喷污 或者是像这种黄后水都可以 只要是那种很清爽不粘稠的喷污都是可以的 先用这个喷污喷一下你所作用的这个范围 然后再用这个提垃圾向上提 每个区域有差不多四次的样子吧 因为眉影这个头很大 所以你整张脸加上脖子 其实很快就可以完成的 然后除了Dr.Barber那两个安瓶之外呢 我搭配下来觉得香提卡这个钻石系列的精华 它的效果也不错 但是这个就是价格挺高的 如果你当这个仪器的戒指来说 这瓶精华很快就会空瓶 所以用起来也蛮心疼的 如果是追求性价比的小伙伴 就可以用蓝蔻的这个小黑瓶 它的效果呢会差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比它那家原配的那个精华 会好用很多 反正大家就记住 要找准这种质地延展力非常好 不会含有太多油分 太多酒精的这种精华 大家可以照着这个标准去选 去看一下手头上的一些精华 搭配起来比较合适的 我觉得宙思跟魅影 它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非常强效的一个导入仪 所以如果你精华本身就很鸡肋的话 那你出来效果当然也不好 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用这种提拉机的话 最好是配那种比较好的 比较强效的那种提拉紧质精华 它出来的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这两台仪器呢 其实我挺早之前买的 差不多就是五六千左右买的 可能魅影这个贵一点 六千多一点吧 我觉得以六千左右这个价格买到手 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美容仪 因为它的功能其实还挺多的 这两台仪器现在已经炒到了一万多一台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太低了 完全是没有性价比 如果是小一万块钱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再加点钱 是不是可以去美容院 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项目了 而且一般像美容院这种大的项目 一般都是可以管一两年的吧 所以你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去买一个仪器 搭配很贵的精华 每个星期重复的这样做 我觉得就是有点太烧钱 太浪费时间了 但是以现在来说呢 这两台机器的市场价值还挺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台机器 如果七八千的价格可以买到 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价格了 就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 日本的仪器是两台小尖刀 特别是它开关的地方 一键开启 我用这个示范哈 一档 二档 三档 关机 然后这两个的最主要区别呢 就是 它们的这个探头不一样 沙龙板的这个探头 它是凸出来的 是可以作用在眼睫毛根部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 睫毛增长液去导入它 也是可以作用到头皮上的 但是最主要一点呢 是小尖刀 沙龙板 它是可以直接作用在 我们这个上眼皮的区域的 因为做眼部的仪器 已经很少了 然后可以作用到 上眼皮的仪器 是少之又少 我觉得它对于上眼皮的提拉效果 是非常好的 整个眼睛会显得非常有精神 双眼皮变得更加的宽 二代的它的头是扁平状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脸上这个皮肤 是可以更好的贴合的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二代 多过于沙龙板的 它对于眼带的紧致效果非常的好 如果你又有上眼皮搭拉下的困扰 又想紧致眼带区域的皮肤的话 改变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也是可以让它达到让上眼皮向上提拉这个效果的 这支视频可能没时间给大家示范了 我之后的话给大家再出一支视频 专门讲二代的用法好吧 所以这两个如果大家问我哪个更好用的话 选二代没有错 下面一个想给大家讲的是微电流这个品类 这个品类最想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New Face这个提拉机 我觉得这台仪器是挺有感情的 但是这部仪器是在北美地区都不太火的时候我就买了 到现在我断断续续有用 它也差不多是九年多的时间了 历史还挺悠久的一个仪器吧 它这个头啊 机身啊还是挺新的 而且我使用频率挺高的 喜欢它的原因呢也很简单 因为它好上手 好操作 不挑戒指 然后最重要的是有效果 它这个头啊是可以拆卸的 后来出的mini版本 它是机身一体的 就是不能拆卸的 我们先来说这个提拉头 从提拉的效果来说 我觉得它的效果非常明显 即使效果很明显 而且如果你长期的一定频率的在用 它这个维持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官方的使用方法呢是说它前两个月 每个星期用五次 然后两个月之后呢 每个星期大概用个两三次 起个维持的效果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比较好上手 这是New Face原配的那个凝胶 一般来说啊美容仪它原厂配的这种 戒指的产品是不太建议更换的 因为像这种凝胶里面它一般都会有一种物质 它是用来导电的 所以会使你的效果更加好 来得更加的快 但是我在N年以前就用这个用过两三罐了吧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凝胶不太好用 就跟一般的那种芦桂胶没什么区别 为了这个主题的视频我前时又去买了一支这个凝胶 就想再来感受一下这个凝胶到底好不好用 结果一样的这个凝胶就是没有起到太强效的作用吧 像我比较喜欢用的是这个芦桂胶 这个是韩国的Natural Republic他们家的这个芦桂胶 当然你用任何牌子的芦桂胶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就只起一个戒指的作用 如果你能买到那种organic的芦桂胶是更好的 可能就更天然一些 大家应该对这个产品挺熟悉了吧 因为也火了挺久了 这罐我在美国亚马逊上买的 可能才六七刀的样子吧 它这种透明的戒指 你看水水的 这个原版的凝胶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对比起来原版的凝胶会有更滋润一点点的感觉 但它俩从使用感使用效果来说 我更喜欢这个芦桂胶 这个凝胶干的有点快 但我有的时候一边追剧一边做这个提拉 好像没过多久它这个胶就干掉了 又得再补 但我觉得芦桂胶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说到微电流 像宙斯跟魅影 它这两台机器的EMS也是微电流模式 但是我不太喜欢它那个使用感 因为它这个头就是没有一点弧度 碰到像额头这种骨头比较突出的地方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吻合这个额头的形状 所以我也一般很少用它们的EMS功能 它的用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你卡住你下颗线这个地方 然后就一直往上推就好了 嘴角往上推 鼻子这边往上推 额头的地方就是直接往上提拉 往上提拉 往上提拉 就特别的简单 不存在任何的技巧 也不像日本的仪器 非常的挑戒指 如果你真的是按照它官方的手工方法 然后做到差不多三个月以后吧 再看你自己 特别是你照相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效果比较明显 整个轮廓线就会非常的精致 比较明显一点 我觉得轮廓线在抗老这个领域方面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红光头 红光疗法其实也属于一个医美的治疗手段 很多美容院里面都有这个项目 虽然红光光疗疗法它不属于一个非常厉害 非常立竿见影的手段 但是我个人来说非常喜欢 几乎就是零刺激性 除非就是很少很少人对那种光线是过敏的 所以它是很低很低的那种刺激性 红光它的原理呢 就是刺激你细胞的一个活性度 所以长期的使用下来是会有一定的亮白呀 还有淡化细纹呀 让脸部的皮肤烹润饱满的这种现象 当然这些都是广告词啊 就是广告商家会把这些方面说得很夸张 红光的效果没有那么的厉害 但是我觉得做一个辅助的手段来说 是可以和其他的仪器搭配下来 长期的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这个红光灯它使用方法也特别要注意 就你洗完脸之后什么都不要擦 直接然后怼在脸上这样照就好了 如果你脸上涂了什么水呀 或者精华服务品之类的 它可能会阻碍这个红光光线的吸收 每个区域呢它是停留三分钟 这个机器会想一下 然后你再换第二个区域 全脸做下来是21分钟 然后这个机器会自动关机 我做它的时候是比较喜欢 墨纹三分钟 法令纹三分钟 有的人可能对这个光线比较敏感 你不要睁着眼睛做 你闭着眼睛 然后就是抬头纹 反正就是女生最怕的几大纹路吧 大家可以着重的照这几个地方就好了 对于它红光的效果来说 我还是满意的 因为我有用过这个头 还挺长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对于皮肤的这个光泽度 淡化痘印修复皮肤这个效果 还是挺好的 但这个头有一点我特别不喜欢 就是你全程21分钟都要举这个手 然后在这边照光就挺麻烦的 所以后来就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我现在用这个头 就是当我皮肤有问题的时候 就会连续的使用一段时间 其他的时间的话 我可能就不太会用这个头了 下面呢我们再来讲一个 关于皮肤纹理类的 一个是Tria这个牌子 它的探头在这边长条形的 另外这个是一颗美的 它的探头在这边 这两部机器呢 它们原理上是差不多的 激光的波长也是差不多的 Tria好像是4000左右吧 然后一颗美稍微波长更长一点 是在4500左右的样子 大家都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它们是家用版的激光雷射疗法 就跟一些医美诊所里面 有的那些激光项目 是差不多的功效 只不过它们在能量上 做了一些调整 做成这种家用版的仪器 我觉得像激光雷的仪器 它主要是针对于皮肤的纹理 让你的皮肤纹理更加细致 还有针对于黑色素 可以让你的痘印啊 或者你的斑点更加的小 更加简单一些 这两个的档位也都是三档 亮了三颗灯 一颗美比较贴心的是 它这边啊 有针对于脸部 各个区域的一个能量的调整 所以你做到哪个区域的时候 它是自动可以调整能量跟时长的 它们底座就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可以放在桌上充电的 而且充一次 我觉得可以用好久好久 你可以把这种长条形的 想象成一个小铲子 所以在你脸上的时候 是要这样铲上去铲过来 千万不能说这样横向去扫 不能是这个样子 这样是没有效果 Tria这个也是 你是这样子打 或者是这样子往上打 我之前有跟他们合作过一个视频 虽然那个是合作视频啊 但是我心里真的是觉得 一颗美会比Tria要好用一些 这两个机械我觉得它最大的不同 也是我最喜欢一颗美的一点 是它对于脸上毛孔的细致度会很好 这两台仪器你在使用一档的时候 Tria你没有感觉到太大的效果 但是你在一档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觉到一颗美 对于你脸上这个磨皮的效果 调到二档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Tria跟一颗美这个淡斑的作用 就显现出来了 我脸上颧骨这个地方 有那种小小的斑点 虽然我自己啊 没有说太在意这些斑点 但是我也不希望 这些黑色素太贵旺盛 我都会觉得 它们对于斑点的淡化作用是挺好的 大概连续的用几周之后 你就可以感受出来 它这个淡化的效果 我现在用一颗美是用到三档了 我觉得的确三档更加强烈 效果更加的好 当然这个疼痛感也更加的多 所以这两台仪器 我是真心的挺喜欢一颗美的 基本上用了它之后 我这个Tria还是从盒子里面翻出来的 我就没有用Tria了 用三档做完 就当下那个脸啊 就像个猪头一样 就特别的红 就一定要敷一个补水镇品的面膜 我有用它们家附带的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其实还挺好用 它 我这个好像剩最后一片 我就不给它撕开了 因为它这个撕开就得立马的用 它是那种凝胶状的 很厚一片 然后这样分上下两片贴在脸上 贴到脸上之后 是那种很冰冰凉凉的感觉 刚刚做完机器的皮肤 是那种热热的 然后贴这种凉凉的面膜 就特别的舒服 敷的时间就比较久一点 差不多要敷40分钟以上 这个面膜呢 其实也不是不可取代的 觉得这两盒面膜也挺好用的 一个是我很喜欢这个福尔加伊美面膜 它就是这个样子不会剩最后一片了 退红真定的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低敏性 你不管什么皮肤 你用它就是不会出太大问题 这个面膜呢也是我惊奇弹用 是Dr.Lovin's的这个面膜 它一盒里面只有三片 这个打开也是那种凝胶状的 有一定的厚度 舒缓的效果也非常好 这个面膜它是主打抗皱的 抗皱效果吧 我还不好说 但是的确每次敷完就感觉 脸变得更加平滑一些了 激光类型 大家一定不要像它说明书上的 每天做 你每天做 你再怎么操的皮肤 你也是受不了的 我现在的频度就是一个星期一次 因为它三档这个强度很强 我基本上做一次 我需要三天到四天的时间去修复它 因为你刚刚做完的前两天 你摸到你的皮肤上 会有那种粗糙感 但是差不多到第三天第四天 特别是第四天之后 它那个皮肤修复好了 你再摸你脸上 就特别的滑溜 近看你的皮肤 你的毛孔都会觉得有 简单被磨皮的效果 然后就是要注意防晒 本来这个仪器打上去 你这个斑有点退化下去了 你白天又接触到阳光 它会更加使你皮肤容易反黑 所以防晒大家一定一定得擦好 下面要讲这个类目呢 就是摄平仪 我省到这个是Tripola X 特别好看 是一个玫瑰金的 拿在手里还挺精致的一个感觉 它的头在这边 小小的 四个小爪子 它是要插线的 用之前是需要擦这个凝胶的 这个凝胶是不可以替换的 就只能用它们下这个凝胶 一点点就可以推开半张脸了 打圈按摩按摩按摩 等你真皮层的温度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它这边有一个橘色的灯会亮起来 亮起来之后 你稍微再按摩一下 就可以换另外一个区域再按摩了 做完半张脸 可能这半张脸就会有点红 但是完全是正常现象 过一会儿就会好了 我看网上很多人分享 说做完它之后立刻来一张补水面膜贴上去 但是我基本上不会这么去做 做完这个仪器之后 我首先是会用温水洗脸 水温是让你的脸可以感受到一点点热度就好了 一定不要用凉水来洗脸 洗完脸之后可以正常的护肤 如果到第二天的时候 你想敷那种贴片式的面膜 你再去敷贴片式 因为我大概是在三年前 起码三年以前吧 做过一次超声刀 就是在美国这边做的 虽然这个故事有点长啊 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重点 因为当时打完那个超声刀之后 脸也是会有点红嘛 但医生就一直在嘱咐 你回家之后不要去冰敷你的脸 像超声刀这种项目是刺激你自身的胶原蛋白生长 所以医生并不希望你通过外界的给它物理的降温 做完之后正是要保持你真皮层的那个温度 让你的胶原蛋白在那边起作用 虽然我没有做过热马截 但是我觉得这两者应该原理上差不多的 如果你刚刚做完它 这个皮肤的真皮层的温度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温度 但你立马的贴一张面膜上去 可能会让这个效果打一点折扣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实在是想敷面膜 你可以做完它之后 敷一个涂抹式的面膜 然后再用温水洗掉 如果你想更快的去达到这个效果 最好的方法就是隔一天一次 起码要坚持三个月以上 再考虑降低这个频率 然后我觉得这个仪器 唯一有一点你入机前需要考虑 就是它的效果来的没有那么的计时 差不多用了三个月以后 它的这个紧致的效果才会慢慢的提显出来 所以大家用这台仪器的时候 一定不要心急 关于Chipola 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tips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在洗完脸之后呢 用这种去角质的水 先轻轻的擦拭一下脸 让你的那些老肺角质给代谢掉 然后再涂凝胶 再开始做机器 这个样子我觉得它达到真皮层的那个速度 那个效果会更加的快 更加的好一些 Pixi它这个AHA果酸的这个水 非常的温和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入门级的果酸型选手 如果没有用过任何的果酸型的东西 或者是你皮肤非常敏感 可以先从这一瓶开始入手 最后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刮沙版 其实这个也应该算是微电流这个类目的 但是它的这个微电流真的很微弱 所以我就单独把它放出来说好了 我这个是Rifa家的一代 它是要上电池的 它后来又出了二代 就是前面带两个球的这样按摩的 可以滚眼睛这边的 那个是不需要装电池的 Rifa怎么说呢 这个品牌我还入过他们家其他的那个滚轮 大家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美容仪 把它当做一个按摩仪 但是我买这个刮沙版 一点都不后悔 就比他们家那个滚轮的系列 我要喜欢很多 大家在我视频里面 应该也不止看到过一次了吧 我也经常用它 有事没事都可以用它 用它的方法主要有两个 要么就是用护肤油按摩的时候 取代正常的刮沙板 微电流的刮沙板呢 可能那个去水肿的效果 会更加的明显一点点吧 但是也不是必要的 因为你用正常的刮沙板 或者你用手这样来推来按摩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效果也非常不错 它第二个用法 也是我很经常用的 就是在你所有的护肤程序完成之后 再这么刮 起到一个促进你护品的吸收 然后顺便做一个稍微的提拉紧致的作用 像这个方法我经常是在早上来用 因为早上起来都会比较水肿嘛 而且你不需要涂任何的凝胶啊 戒指啊 不需要二次洗脸 所以我觉得更加的省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闪这个紫光灯 就是提拉线 这边闪的是蓝色的灯 就是导入的 这个一代跟二代相对起来 其实我挺喜欢一代的 二代虽然我没有买啊 但是我去我们这边的商场之前去看过几次 就试用过很多次了 然后在网上也做过很多功课 我就不喜欢那个刮砂板前面带两个小球 因为我有试用过 那个小球在某一些角度上特别的不顺手 如果是要刮脸的话 那个球就会挡到你的眼睛 就必须得这个样子拿 这个样子拿 你会挡到这边的一个感应的感光板 还是这个用起来顺手 虽然它是商电池的 然后有些人说它电池很废 就是很快就没电了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 如果你是今天用了一次 你隔个三个星期再过来 可能它就没电了 但是如果你是经常隔三差五的用一下 一块七号电池 应该可以用起码三个星期的样子 而且这个刮砂板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做波金棒来用 这个小尖尖的地方是可以有感应的 我一般是会涂一些油在眼周 然后这样刮眼部 但像二代那个刮砂板 它这个头就特别的圆特别大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吧 这个我也是买很久了 可能买下来一千不到 还是一千出头我也忘记了 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 我不知道现在一代还有没有卖 如果有的卖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一代的刮砂板 然后最后像这种硬核类的主题 每次都少不了排行榜 第一个榜单呢就是在我心中的综合排名前三名 第一名第二名其实我纠结了很久 但是我还是要把第一名颁给New Face 因为它总体的性能比较好 操作简单 第二名呢是魅影 魅影其实如果搭配的好的话 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但是它非常考验你搭配的精华 第三名就是Tripola这个 它长期用下来是有效果的 只不过它的效果来的有点慢 起码要等三个月以后才能看得到效果 第二个榜单就是使用的难易度的榜单 第一名呢搬给这个Rifa的刮砂板 因为它就是不挑 你可以用戒指也可以不用戒指 虽然效果没有其他戒指那么的厉害 但是它方便呀 一个美容仪方便使用的话 会使你使用的频率大大的增加 然后第二名呢是像这种激光类的美容仪 因为它们不需要戒指 直接的洗完脸直接这样打就好了 因为它有点疼 所以把它放在第二名 第三名呢就搬给小尖刀的二代 如果你是那种经常出差旅行的人呢 我觉得把它放在包包里边 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而且它不像皱丝和魅影比较挑戒指 只要不是太油的精华都是可以的 第三个想给大家榜单的就是性价比的榜单 第一名呢是New Face 像这台机器平时一般都可以找到八折的折扣 更好一点的话可以拿到七五折 而且使用的戒指也非常的平价 几十块钱一大罐就可以用好久 性价比第二名想给Tripola这个 它虽然也是要用凝胶的凝胶 如果单买一瓶的话也不便宜 但是这么一大瓶我觉得起码可以用三个月 以上这些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些美容仪 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参考作用吧 可能我有的时候说的不太严谨 或者说的不太对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多多见谅 大家也可以多多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大家如果对某个仪器比较感兴趣 或者想看更详细的讲解 或者是一些上脸的使用的话 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我之后就给大家安排出来 那么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现在来说我怕我忘记了 我今天涂的口红是Buxom的这个唇膏笔 它的色号是Convert Affair 一边是这种唇膏头 一边是这种唇刷的 它的颜色是那种深一点的妆红色 我这个视频的前半段就是涂了它 再加了一层润唇膏 因为讲了好多话 刚才又喝了点东西 所以我现在涂的是Hins的这个唇釉 色号是Unlock 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而且光泽感非常的好 很滋润很舒服 然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 还有很多人问到的首饰 今天带的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加拿大品牌 其实它来的时候是有一对 但是我想是不是两个太多了 我就只带了一个 大家都在催我的那个饰品的饰品 饰品饰品肯定要给大家拍的 我应该会放在后面几期吧 因为之前有些饰品 有的都找不到链接了 或者都下架了 我也不想分享出来 大家买不到 最近我也订了一些饰品 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 也特别好看 想在之后的饰品视频里边 专门给大家分享 还有我这个牛仔外套 之前有好几次视频穿它 都很多人在问 这个是Urban Outfitters的一个牛仔衣 但是我是好几年前买的了 所以这款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他们家其实每年都会出 好多这种牛仔外套 大家就可以选个基础款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型都挺好看的 今天的视频就总是忘记写了 以后的视频的话 我也会尽量把这些 视频信息啊 服装信息 还有些口红色号的信息 放在下面info box里边 我也会放一份在微博里边 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参考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建议的话 也可以跟我提 如果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还是记得帮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